散尽的音乐配上香香的烤肉 就是这个感觉 把杂的感觉 看在这个把杂上面的烤肉多少钱一串 今天带大家逛一下吐鲁番雅尔乡的把杂 把杂在新疆就是集市的意思 因为新疆比较大满地广人稀 城镇之间相隔的距离 近则几十公里多则上百公里 像以前交通不太方便的时候 大家出一趟门不容易 所以像在这种乡镇里面 就会有这种把杂 这里边基本上所有的吃穿用度 都能买得上 茶叶 衣服 糖果 干果 水果 肉呀 菜呀 牛羊 什么都有 把杂一般都是每周开一天 今天我们逛的这个雅尔乡的把杂 它是周五和周日开两天 每家都离不开了 囊 这个囊叫啥名字 葛梁面囊 啊 这样子叶子 敢要评价一下 专业人是吗 尝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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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尝 这个烤肉的香味了 这个烤包多钱一个 两块吗 给我来四个 烤包吃一哈 烤肉咋见啊 杆子 水果 嗯 老板烤肉咋面的 三块 这个三块钱吗 这个是两块 单子两块 谁批呢 三块 哇塞 这肉这么大 三块钱一串 散尽的音乐配上香香的烤肉 啊 就是这个感觉 把杂的感觉 这边是和面 老板这和面多少钱 和面五倍 其他年六倍 啊 每碗标配一个鸡蛋啊 啊 好吃的东西太多了 都不知道吃啥了 看他眼睛都花掉了 呀 你咋回来了 啊 回来了 扑克逊大头贵肉师傅嘛 我要聊十二年了 十二年了 哇 他们去年结的婚嘛 是不是啊 不做拌面了 做烤肉了 啊 做烤肉的事情 可以 攒劲 哦 只放了盐 再没有 原味的 啊这边还有卖拌面的 这个拌面多少钱一份 十块钱 十块钱一份 是吗 嗯 哦 大姐吃的香的很 老板羊大醉咋卖的 二十块 二十块 二十块一公斤吗 嗯 那羊头呢 十十块 十块一个是吧 一个 嗯 可以可以 这个多少钱呢 十块钱的 啊 半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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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给我也签十块钱呢 这个妈一点点吃可以了 吃太多的话 头晕 好 第一遍先把面热一下 可以 哦 坐那边 哦 坐那边吧 现在这种把杂 已经越来越难见到了 那在乌鲁木齐 也城市里面 根本见不到 好久好久没吃到这个了 它这米肠子里面 鲁肉不给的特别多 鲁肉不给的特别多 面肺子 面肺子 还是那个味儿 哦 这老板挺厚的啊 十块钱还给了这么多的 羊头肉 面筋 这个是 做面肺子的时候 把那个面里面的筋抓出来了 我个人吃点它最喜欢的 气管 吃一点吗 这个把大伙多大 这个大呢 一共六七十亩地哪里 六七十亩地 嗯 还有啥这边看 二十 十块钱 一公斤多少钱 一公斤二十嘛 便宜啊 里边还给了好多羊头肉 两块钱的烤包子 三块钱的烤肉 五块钱的青汤面 十块钱半公斤的羊杂碎 把杂上的物价就是要低一些 可以 这个酸酸的辣辣的味道 特别爽 这个把杂上的位置就在坎尔井那个井区往下走大概有个五百米左右吧 来这儿 感受一下这种把杂上的风情也不错 我这个视频拍出来 连百分之五都没有 大家如果有机会来吐鲁番玩的话 可以过来看一下 亲身体验一下 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这样的带有新疆本土风情的视频 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可以在评论区里面告诉我 我后续会做一些到维吾尔族兄弟家里面做客的视频 看一看他们的日常生活 但是我又怕拍出来大家不喜欢看觉得没意思 所以现在也是在酝酿这个想法 OK 这期内容就是这样 我们下期见 拜拜